Hello 大家好 今天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 在经济不明朗之前 美联储都不会加息 原因在于5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非农就业仅仅增加了3.8万 创造了近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也远远低于华尔街的预期 但是在5月 耶伦在各种场合表示 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加息 那么为什么美联储会在加息方面摇摆不定 忽左忽右呢 原因之一在于 美联储对经济的把握同样也不是100%的准确 对于一些经济数据的解读 美联储内部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就业指数好转 但是PMI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并没有回复 第二个原因是关于耶伦本人 耶伦本人是属于鸽派 不会有很强势的政策 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看市场的反应 来制定相应的政策 对汤下药 所以呢 这也是就为什么美联储半年以来给市场发送混合信号的原因 再见